第17题 问我们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假 速度的方向跟位移的方向一定相同 这个叙述是对的 因为如果我们速度是向东 就表示位移会向东 而我们的位移如果是向南 就表示我们速度是向南 所以假是对的 以需利用平均速度 才能够正确描述物体的实用状态 这个叙述是错的 因为平均速度是平均值 只管了一些开头啊 那结束啊那中间的过程变快变慢了 它是不管的 所以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去描述一个东西的 在任何随时随地的运动状态 也就是说它不能够代表所谓的顺时速度 顺时速度跟平均速度不一定会相同 所以它是错的 并车时会越来越快表示有加速是对的 所谓的有加速度就是速度有改变 速度是向南有大小有方向 所以可以是大小改变 也可以是方向改变 车子会越来越快就表示大小改变 所以就表示有加速度 所以它是对的 速度的方向跟加速方向一定会相同 这个是错的 速度可以跟加速度同方向 这样的话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速度也可以跟加速度反方向 这样速度会越来越慢 所以并没有速度的方向跟加速度一定要相同 这是错的 5 加速度不为0 速度也一定不为0 这也是错的 我们把东西垂直向上抛 升到最高点的时候 仍然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 它仍然有所谓的加速度 加速度不为0 可是升到了最高点 那个瞬间不再往上升 同时也没有开始往下掉 那个瞬间的速度是0的 所以它那个时候加速度不为0 但速度为0 所以物质的说法是错的 即等加速度运动是一条 等加速度运动是一个直线 这是错的 如果我们是等速度运动 那么它就一定是一条直线 因为它大小不变 方向也不变 因为方向不变 所以一定会成一条直线 但是等加速度运动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当我们把东西水平的丢出去的时候 它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会往下掉 这个时候因为它只受地球引力作用 所以它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可是它的轨迹是弯的 所以等加速度运动并不是一条直线运动 所以我们看到正确的 有对的答案是甲跟饼 所以我们第17题的答案要选 A 甲饼